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今早就出席了商台節目 為著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這個決定是辯解的 他首先說到 叫停立法會換屆選舉是一個很大 亦很艱難的決定 最重要的考慮就是市民的健康 因為選舉延遲一年 仍然是可以投票 但是若果疫情擴散 甚至是有長者離世 就是不可接受 真是虧林鄭說得出口 第三波疫情爆發 究竟源頭是來自哪 李達區政府開頭還在刪草藥 說得出就說 就說和免檢人士是無關 嘗試還撇清責任 但是後來 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很厲害 有風骨人走去做研究 終於有科學實證 是檢測得到 原來免檢人士 重招的病毒基因 和本地個案的病毒基因 的排序是一樣的 你有了科學實證以後 陳肇始都迫著承認 這次的疫情爆發 就是跟免檢人士有關 誰放生這群人免檢入境 就是林鄭月娥 你自己做出一個決定 導致第三波爆發 現在你竟然說 疫情擴散 有長者離世 就是不可接受 你說的什麼 簡直就是大言不慚 還說到 押後選舉 是沒有政治考慮的 絕對不是因為怕輸 他還以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作為例子 說特區政府明知建制派會輸 但是也不會不選 這個林鄭真是夠搞笑 還夠膽拿回去年的區選出來作為例子 去年的區選 明明就是你整個建制派的選舉機器 以及特區政府 以及背後的中聯版 都是錯判了民情 錯估了形勢 以為真的有一大班所謂的 沉默的大多數會走出來灌票給建制派 自己洗腦洗得連警察 藍絲全部都相信 然後又以為那些示威者去堵塞紅磡海底隧道 堵塞吐露港公路 令到很多市民出行不便 通勤不便 就會迫使到民意逆轉 背後根本上有很多盤算 總之 算來算去人算不如天選 結果投票率高度有七成多 總之輸到一敗途地輸到趴街 你去年選 究竟是原先想著會輸 還是想著會贏 誰知 只不過現在的客觀選舉結果出了 就是你建制派輸到一敗途地 所以你不可以推翻轉頭來都說 就說特區政府明知會輸 也會選 那你今屆立法會選舉不選 林鄭說到有不少選民反映 說因為疫情導致的邊境限制 沒有辦法回香港投票 政府的決定 就是出於公共安全 以及確保選舉公平公正的考慮 說得很清楚 就是那群住在大灣區 住在大陸的選民回不來 因為要有14天的限制 來到香港的14天 回到深圳的14天 來香港的14天 不要管他 他都不知道有沒有到處走 但是回到深圳困住的14天 大陸那些就很嚴格了 所以機會成本 重了很多 頭一次票要困28天 那群人肯定不肯 好了 林鄭另外還說到 究竟 未來這一年的所謂立法會的 空窗期 究竟是怎樣解決 他就說 他個人來說 認為 可以參考立法會條例第11條的精神 如果未來一年 需要召開立法會會議 可以邀請現界的議員出席 視他們為這一年真空期的議員 但是最後 仍然是需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他也提到 雖然有些現任議員在爭取連任的時候 未能夠獲得成功提名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屬於選舉主任的決定 如果他們出席未來一年的立法會會議 身份就是現任議員 這個身份就不可以隨意拿走 他的言下之意 就是叫現界的立法會議員再坐一會 繼續做多一會政治花瓶 所以現在坊間就出現了兩種意見 第一種就認為 所有民主派的議員都不應該參加這個臨時議會 或者是緊急議會 因為這樣就等同於增強了這個議會的認受性 第二種意見就是 不行 要參加 因為要寸步必爭 要繼續在議會裡面監察政府 雲環 不過現在說這些都是言之上早的 因為到最後就要交回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決定 來拍板究竟是怎樣安排的 到時出了安排我們就再去評論 我們又說另一件事就是昨天發生的 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 忽然之間就說要辭職 眾新聞就拿到梁卓然 發給律政司同事的內部電郵傳聞 這一封的內部電郵究竟是說什麼呢 梁卓然就說 他在這個星期初的時候已經提出請辭 並且將會在今年年底離職 他就說非常之不幸地 他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對於刑事檢控科的運作 有著不一致的看法 情況一直沒有得到改善 在刑事檢控科做了25年的他就說 這樣就將會不利於刑事檢控科的流暢運作 也不是他作為部門首長所落見 他就認為 最好的辦法 就是這個部門換上一個新的刑事檢控專員 以帶來新的想法和願景 根據這一封的內部電郵所說 梁卓然純粹就是對於刑事檢控科的運作和鄭若驊有不一致的看法 到底如何不一致呢 具體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就沒有再進一步展述了 可能分分鐘 在檢控方面他比鄭若驊更加深恨手辣都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去詳細解釋 所以不應該有一個不當的預設 他另外強調到 說知道最近有部份人 對於突然被調去其他部門 或者被調去處理有關國安法的案件 對當中的不確定性感到擔憂 他說對於國安法的案件 他沒有資訊可以給予這班律政司的同事 因為他沒有被要求 在有關的事項當中提供協助和參與 有記者就問過鄭若驊 梁卓然說沒有處理過有關國安法的案件 律政司是否架空了梁卓然呢 鄭若驊是沒有回應的 他這封內部電郵流出了 其實就等同於 他跟所有國安法的案件 撇清關係和劃清界線 因為他沒有處理過 而且沒有資訊可以提供得到 而且他還說沒有提供協助和參與 到底這番說話 純粹是說給他律政司的同事 聽 還是另有其人 是不是要說給國際社會 因為他這段說話 挺煞有介事 好像要特地說出來 是不是在規避 被國際制裁的潛在危機 那就不知道 因為我又不是他肚子裡的蟲 目前正是流亡英國的羅冠聰 黃之鋒昨天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去評價 梁卓然辭職這個消息 他就說 千萬不要覺得 跳船的就是好人 梁卓然 年中打極多的社運官司 每次都是狠到不得了 勢要用盡辦法 來主死示威者 公民廣場案 就是一宗好例子 另外 黃之鋒是怎樣評價 他就說 對於這位送他坐牢的檢控專員 嘗試金盤洗手 只能夠說 實在不願置評 他所說的話 似乎話中有話 嘗試金盤洗手 不知道是不是暗示 即使梁卓然辭職 即使梁卓然辭職 都仍然 沒有辦法令到其他某些人 來取信 他真是金盤洗手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因為他講到嘗試 這個詞彙真是可圈可點 其實梁卓然的辭職 就是出於自身的考量 並非對於特區政府有任何不滿 這方面都非常清晰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